我婆婆开始又跟我女儿忙着给她清理这个草莓 然后是一会儿要炸那个草莓汁的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婆婆那个草莓那个果汁怎么打的 我今天拍一下过程 先清理 然后清理完了以后我再接着拍一下 看这个耐心 这一个一个的这样清理 然后这么多一堆 我都感觉我弄了两分钟我都快烦死了 我这个人就是觉得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家务了 现在婆婆开始做这个炸那个草莓的 先把这个草莓加点糖 然后是先把它打碎 因为量比较多嘛 然后我婆婆一般都是用这个量比 把它打好了储存起来 然后想要跟牛奶缠在一起的时候 再把这个牛奶跟那个对到一起 把这个跟牛奶丢在一起到时候再去喝 我喜欢今天就等着 坐来这儿就看着那个大口 就是今天要喝 把这个牛奶打成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促存 待会他跟牛奶摻到一起 所以我再给你拍一下 你看都打得很细腻 妈妈 嗯 嗯 嗯 是什么呀 啊 你喜欢吃这个对不对 嗯 对呀 嗯 嗯 先把那个草莓 草莓 对草莓 你先把草莓切成小片 嗯 我以为他我婆婆给他切开是炸汁呢 最后是为了做那个果冻 我看那个小吃果 你吃吧 妈妈不吃你的肉肉 你自己吃吧 看又一杯 这个晾杯马上要装满了 我女儿已经望远衣穿了 嗯 可惜不酸 嗯 脏了你说nana 是不是 嗯 别口烤 嗯 好 好 他现在已经备了牛奶了 我女儿的东西终于到了 这个牛奶 要是个食物 好 我女儿的食物 我女儿说你们不要喝 这个都是我的 啊 给你留着呢 留着 搞错了人家是要勺子的 啊 你要里边的勺子呀 你不用勺子喝了直接喝嘛 这样好高兴啊终于等到了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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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看怎么做的啊 先把这个就是打好的那个草莓酱 倒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加这个牛奶 加到一起 这样 再一打 我婆婆说刚才打了一杯的 然后是有点脏了 然后要弄一下才行 我婆婆做这个真的一节 如果要到中国去卖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能卖汤的那种 嗯 做好了 哎 我也要控制不住了 来一杯了 太赞了 这个味道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可能亲们上次看了我这个视频 晃了一眼 对这个感兴趣说这个是凳子 这个不是凳子啊 这个是那个可以移动的那个茶筋嘛 因为伊朗人喜欢喝茶 吃甜品 吃水果嘛 所以说一般家里边都会有三四个 这样的小茶筋 就是沙发上周围这个旁边 就是在这里啊 有可能可以坐这儿 或者是在那这边搬凳子 在这边坐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放在这儿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主要是放茶 放水果 放甜品用的 看清楚了吗 你看这个我婆婆拉出来了一个 这个又拉出来了一个 看他们的大小 我婆婆说你拍吧 这样会更好一点 哎婆婆太贴心了 看我婆婆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边那个肉已经炖的差不多了 我婆婆先预热了一下这个淀粉锅 然后这个米里边是加了一点盐 倒入洗干净的米 里边放的有油 哎不是有盐 加入食用的植物油 看这个是家的脏红花 我小姑子在磨 磨碎就跟磨那个咖啡一样 一直磨一直研磨 研磨成碎的 然后是像这个之前做的 磨碎之后加入冰水 然后是吃吃米饭呢 炖肉的时候会加一点 你看 磨成这样的碎的 磨成这样就可以了 看这个脏红花是红色的 你是不知道里边放了有多少脏红花 然后是 但是倒出来就是金黄色的 看米饭蒸熟了倒出来 然后加入一点脏红花水 这样搅拌一下 我婆婆说里边加鸡蛋 蘸红花 然后是盐 那个米饭 搅拌一下 我婆婆天天看我录我视频的饭 然后她说今天她也来露一手伊朗的饭 这个是加的那种酸奶 伊朗的酸奶是没有甜味不加糖的那种红酸奶 看这搅拌的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准备放在烤箱的模具里边 大家要是喜欢我婆婆做的草莓汁和米饭 多多给评论和点赞呢 让这老太太也高兴一下 看第一层已经铺的差不多了 看现在准备把之前冻好的肉 铺到中间这一层 就像加汉堡一样这样夹起来 铺完肉那一层铺完之后 下面又盖了一层这个米饭 就像汉堡一样把肉夹中间 两边那个是大米 现在烤箱已经预热过了 开始加入米饭 香喷喷的藏红花米饭加入做好啦 这个藏红花米饭肉饼 回馈给我的客户 你们可以做起来呀 家里边有藏红花的亲们都可以试试 这个真的好好赞的 好啦这期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静关注我